那我剛提到在2017年的時候 就在烏克蘭獨立紀念日前一天 其實俄羅斯發動了最大的一個攻擊 這個時候讓所有的烏克蘭的民生的物資 包括監測這個 車諾比核電廠的輻射的這個劑量的電腦 都被破壞了 所以在那時候對烏克蘭來講無疑是一個浩劫 所以作者藉由這本書 他特別在2019年也就是兩年後 他回到了烏克蘭 他訪問了非常多的烏克蘭民眾 大家對於2017年的那一場攻擊都記憶猶新 不過在裡面還有一個小RQ故事 他說烏克蘭人其實就是他母國的俄羅斯 對他就是虎視眈眈 不願意讓他們逍遙自在過日子 所以無時不刻都用駭客想要攻擊他們系統 所以烏克蘭也知道現在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烏克蘭如何RQ呢 他說在2017年那一場大攻擊的時候 其實烏克蘭人就很樂觀的說 這樣也好啦 因為電力都被破壞全國都癱瘓 所以獨立紀念日也可以多放幾天假 甚至他們說我們在那場攻擊 終於不用看臉書了 所以他說很多烏克蘭他知道虎視眈眈的俄羅斯 正對他想要展開臨時差攻擊 當然在這本書裡面不只只有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發動攻擊 他也提到了像北韓的駭客也是非常可怕的 還有中國的極光行動如何要去掌握全世界的資源 他裡面提到北韓就因為這個美國電影曾經在這個情節裡面 有一點取笑他們的偉大的領導 所以北韓就對當時出產這部電影的索尼影視發動了攻擊 當然也提到中國 中國其實在這本書上 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駭客也是非常傷腦筋的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有提到其實美國的國安人就說 中國就是一個駭客的這個國家 這國家根本就是財富移轉的製造者 因為他們進入美國企業把一些專利都偷走 然後他們自己就可以扶植在他們的國家企業體上賺得暴利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提到了很多的國家其實都在掌握這件事情 而身為一般的我們 我們怎麼可能會對付這一些能夠展開臨時差攻擊的這些駭客呢 當然駭客任務真的是無所不在 他們的技術能力非常非常的新穎 不斷在測試 很多時候很多的意外事件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駭客任務只有那麼一點點功力 不是的 很多時候駭客在玩你 他在測試他的能力 他有無限的可能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 非常詳實的讓我們看到了世界各國的駭客 正以什麼樣的手段 什麼樣的一個方式在侵入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安全系統 以及民生的這些物資 同時也會告訴你在這裡頭還提到了有所謂的影子仲介商 你會發現為什麼這些駭客他會無時不刻取到一個新的安全程式 甚至有人專門在販售 駭客能夠攻擊的這些資料要給需要的人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提到 未來的世界戰爭 從陸地到空中到網路 現在已經知道駭客任務是最可怕的事情 而駭客這件事情也可以讓我們 相當的要意識一個問題 當我們一切非常仰賴這些網際網路 甚至物聯網作者提到 未來駭客所謂展開臨時差攻擊 最好的攻擊面居然就在物聯網之中 所以在這裡面也要提醒所有的讀者朋友 當我們無法面對駭客各種的侵略手段的時候 請注意要做好個人的資安的保護 你必須要理解不能隨便下載 不能夠隨便開啟之外 但你在不同的系統裡面請注意 一定要用不同的密碼 這或許是小小的一個保障 因為在書中提到了一個讓我非常訝異的事 很多駭客說他根本不需要破解密碼 他們有一種叫做噴灑式的攻擊 也就是他們會測試12345678 這樣的密碼真的還蠻多人在用的 所以在這一本零時差攻擊 我覺得非常精彩 他真的很像在讀偵探小說 可以讓你看到世界的駭客如何處心幾率 想要展開零時差攻擊 如果喜歡我說書 歡迎訂閱行難老總 每個星期說書給你聽